昨天和前天我们没有讲课 从咳嗽 简刀去发言 昨天晚上咳得比较严重 快把废课就来了 今天好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 咱们正常上 航行跌的速度非常快 跌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离低点非常非常近 整体来讲就是跌不须 我们还得找机会把股票买进去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近期来讲是没有买入的理由的 你跌出一块 所有动画全小时 并且快速下跌的时候也不形成 结果 没有买入理由 所以上周我们就说 本周基本没有操作 下周 下周因为就三天了 所以周二休息 下周大概率也没有操作 本周没有操作 下周大概率也没有操作 但是第一点距离现在 会非常近了 会非常近了 因此就是说 过去这段时间之后 尽量盯在这个盘上 随时有可能买入 随时有可能买入 但一般来讲我不提前提示 我不提前提示 还得买 还得买 不买是不对的 但是你买得有 充分的理由 可能无脑买入 好吧 但是本周和下周 可操作性是不大的 可操作性是不大的 耐心一点 稍微要耐心一点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上指数 上指数 目前 呈现出加速的状态 是吧 这个速度有时候变 我们前一阵子也说 我说 你看这段时间的速度 就比较慢 比较慢 到后面开始加速 加速下跌 加速下跌 动化就消失了 动化消失之后 短期之内 再形成动化 它需要一个反弹 比方反弹到这 再下 这个速度才降下来 这是标准形态 这种形态是标准形态 能力点的打一 一个加速的状态就代表 市场处于一种顶盛时期 顶盛的下跌时期 或者是下跌趋势的顶盛时期 首先速度才得降下来 但是它不能平降 不能平降 大家看啊 看图 下跌 急跌 对吧 然后缓跌 这叫平降 这种是不行的 必须得有中间的反弹 然后再下 需要有中间反弹 然后再下 才会有日线结果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的问题 就是 中间的这个反弹 假如说价格距离 短期趋势比较近 现在不行 现在价格距离 短期趋势还是比较远 只不过价格距离 短期趋势比较近 并且具备较大的 分钟周期 也是具备可操作性的 不是一定要等日线结构 就可操作性跟这个日线结构 还是两回事 好吧 日线结构是判定注底的标准 价格到达趋势的距离 以及周期的匹配度是可操作性的 这部分至少是部分可操作性 但是近期啥都没有 不要近期什么都没有 比方说大家看这个120分钟线 120分钟线 120分钟线动画消失之后 还在这消失了 然后持续下跌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绿角线 绿角线往回收的也不多 那么120分钟要去注结构 不然日线没区别 在120分钟线形成一个反弹 然后在下 这个地方的地点也许可以 可是反弹的过程 可是反弹的过程到在下的过程 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上周说基本本周是没有操作的 但是还得盯到盘上 因为现在太关键了 太重要了 跌到这 怎么想到会跌到这 是吧 我们想到可能会下跌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空间应该不会特别低 当上涨空间跌一半的时候 基本它就符合二浪的标准 现在都快跌到一浪的低点 但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二浪下跌接近低点的也有 比方说998点 是吧 涨到了1200多点 回落至1004 1004点到998点 是差了六个点就创新低了 你说那个二浪 它是不挺凶险的 这里跟它差不多 但只要不创新低 它就是二 好吧 原本是生成指和创一半指数 接近创新低 但是生成指和创一半指数 这几天都不跌 所以你也只能看到它是二浪 创新指数 现在也是比较弱的 但是创新低2635点 还是有难度 今天是2710点 创2635点还有难度 所以我们还是暂时是判断二浪 好吧 二浪默契 所以底部区域 基本可以判定底部区域 但是在这个区域当中缺少判定的点 对吧 花龙点睛的时间点 现在确定 那这个也不是我们能说的算 咱们就等着 一切以学生为主 要客观理性 我今天看到一个学员说 老师这个位置这么低 实在想买 距离卖出 又再跌了不少 我们现在就买吧 这种话是非常不专业的 非常不专业的 你来到学员区 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 不能这样 你这样说会让我觉得很失望 是吧 我的课怎么搅的 咱们就等着就好 等着就好 所以大差不差 这个一八二分钟 日线 包括其他的分钟线 走势都需要这种走势 这种走势 有一个反弹然后再下 才会出现结果 但是昨天和今天 我说这个反弹很小 就是连这种级别都没有 这种级别都不是 就一八二分钟级别的 中间的铸反弹 所需要的 铸结构所需要的反弹都不是 很小 然后 近期关闹为主 好吧 然后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目前反正是没有 然后 再根据明天后前 以及下周的市场的走势 来观察后面 就是大下周还是比较重要的 大下周是比较重要 本周和下周就一般 然后本周观察另一个事 就是周线 周线是高于 低于2730点 有周线级别的底部增化 就是本周明年后天 假如后天收盘 低于了2730点 明年后天不涨 低于2730点 我们就至少会上一个保险 能力解的大击 至少会上一份保险 如果周线有增化 就是它就一定不会太空浪 能不能逢比买入 另外一回事 周线保护我们一下 不是按周线买 周线保护我们一下 防止它突然入底 这叫保护 但正常来讲 还应该按日线和分钟线来买 能理解不 它只是保护一下 保护什么呢 保护它突然入底 就什么东西都不给你 也不给你序列 也不给你结构 分钟线日线什么都不给 然后我救助底 你服不服 我救助底 我蹭蹭蹭往上涨 你服不服 如果没有周线的底部增化 那你只能过趋势才能买 大家看如果过趋势买 大家看力量图 力量图 我再传一遍 假如会在这个地方就住底 也没有结构 那过趋势买 是不是得到这买 然后过长期趋势 到这买 这两个地方 对吧 能理解吧 因此呢 就是周线它会加一层保护 保护的是什么 就是保护突然住底 如果周线 没有动化 那突然住底 你只能按趋势操作 日线结构呢 假如说 周线动化成立 假如说 本周五的收盘低于 2730点 那我们抄底 就会抄得更加从容 反正周线保护呢 会更加从容 我们去找 分钟线的地点 以及日线的地点 就这么回事 好吧 所以本周的周线 周五的收盘的时候 看一下周线 看一下周线 是你想多了 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现场大海 春老 你想多了 你想多的在于 现在就想老师想没想多了 老师去有IF09 要换成远期合约吗 一定要换啊 怎么会不换啊 一定要换啊 好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因为昨天 前天没有上课 今天给大家补课 补30分钟 30分钟 明天 我后天再补30分钟 中国足球 要是有一场大的胜利 大半就能上去 你是学神学的吧 你不是在我们的 那什么的吧 这个是破坑的学员 有些学员可有意思吧 换名是吧 换名 其实它原来的名 我有时候能记住是吧 能记住 能换多月 卖出再买入吧 要是IF09卖掉 然后再买入 2503 IF2503 卖出2409 对吧 如果过去是买入 我肯定不服 你服不服 这是你决定不了啊 那现在你说没有结构 它就突然涨上去 假如说明天突然涨上去 你凭啥买入呢 对吧 你凭啥买入呢 商业所还换牛了 一桶牛换成潮电牛了 是吧 拖26点263 5点的 该流多大 目前来看 至少没有过半数 这不超过50% 突然涨上去 涨多了 后继播发998 一切皆有可能 在我们的A股市场上 它在我们的中国足球里 一切皆有可能 你能想象0比7一包 你们能想象0比7吗 还是跟速酬 小日本提的 大凡现在的跌速 破263 5点的概率 才过半 我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懂吗 不超过50% 也就是说小概率 放263 5点 大概率是不跌穿的 徐老师还有底仓吗 有啊 底仓呢 是这样的 底仓呢 是这样的 我们只有在认为 特别大的重要的低点的时候 才留底仓 才留底仓 一般的行情下呢 就是正常操作就行了 这个底仓呢 目前问题也不大 因为买的位置很低 问题也不大 它不是说高位追高买入的 刚才那个风的呢 就非常二 你知道吗 就非常二 第一个呢 它说这个不按规则操作 你底仓它的止损 记着吧 是2500点 还是2450点 我们最开始设定的纸仓 我说了 我说你如果愿意 按照我们的建议操作 你就操作 不愿意你就按自己来 或者按规则来 这都没问题 你当时觉得可以 然后呢 现在你又拿出什么 股仓 抵仓不复的规则 这就是人的两面 深套性 说起来就是二皮脸 你知道吗 你当时认可了 现在跌了 然后你就不认可 或者现在不挡 你就不认可 这不就是二皮脸 是吧 但你既然选择了 你就要一直选择下去 我们说抵仓的原因 和意义在于 进入到历史性的地点 这个地点呢 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呢 就是未来的上涨的过程中 底仓的部分呢 就轻易不要卖掉 我只有底仓的部分 没打算卖 好吧 至少一两年 不打算卖 未来的一两年啊 不打算卖掉 好吧 所以像他那种 没有品德的 而且是极容易反复的 我认为他这辈子 挣不到钱 这辈子都挣不到钱 因为这个 有些时候 你是需要坚持的 你是需要信仰的 我之前经常说一句话 我说一切基于信念 你一会儿就这样想 一会儿就那样想 各种阴谋论 是吧 天天阴暗面 就你还想赚钱 疯了你 所以能坚持到现在的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但是我们一直按规则操作 前些天呢 这个有学员说 也有个学员 他认为 这个 你怎么左侧交易 在这些区子里 不左侧交易 就不会挨到 我说咱们的规则 是趋势未往结构修边呀 那结构本身就是左侧交易呀 你如果不左侧交易 去相当于把趋势未往结构修边 一共两条规则 你给干掉一条 另外 5月20号开始下跌 两个月 跌了两个月 没有出现 左侧交易信号的时候 我们一直不建议交易 对不对 那两个月一直挨往 一切挨往 那他出现了买入信号 你不买入 那算买梅子规则 你告诉我 那算买梅子规则 所以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 有情绪 这没关系 我还记得那句话 有情绪没关系 正常的 但是你毕竟要 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如果批评我们的话 你要批评到点上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呢 就是要 你要相信 你是相信的 规则在短期之内呢 其实效果并不明显 但你把时间拉长 规则非常有用 比你自己没有规则的乱操作强多了 你就算 二一年到现在 是吧 四年的熊市 三年的熊市 你如果没有规则 你确保能比我们做得好吗 不光是牛市啊 熊市也一样 你确保能比我们做得好吗 因为今年 就今年而言啊 我说今年 逃一次顶 抄一次底 对吧 抄顶 最高点 抄底 至少跌一半的时候 我们都没抄 抄完之后 现在又止损掉 止损掉之后又下跌 对不对 我们 你现在证明不了 我未来抄不到这个底 你证明不了吧 我在今年下半年 我抄不到这个底 你证明不了吧 如果我抄到这个底 还是80分以上 能理解不 我嗓子没事是扁桃体 这讲话又不需要扁桃体 所以你们先自问一下 就是你不在学员区 你一定比现在做得好吗 你觉得这个市场里 这么多投资者 你身边这么多人 有几个比咱们学员区里 做得更好的 天天就无脑的发泄情绪 是吧 这样子 我挺看不上的 挺看不上的 该说有点脑子行不行 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反正就是抄下半年的一个底 才是很重要 下半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学员区下半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抄这个 懂得吧 所以航行不赚钱的大概率 熊胜对吧 少亏钱就是赚 这行情里非要赚钱太难了 你看5月20号大约在是吧 就中间连个向上反弹都没有 你告诉你怎么赚钱 你告诉我怎么赚钱 除非你做空 上的经济总不会再加速了吧 我们不去踩没有意义 对吧 不去踩没有意义 咱们等着就好 市场怎么走 咱们不去踩 好吧 多少有点兴趣 多少有点兴趣 我刚才说有理 我能理解 好吧 但你说在学员区里 在老师的学员区里 你指鼻子骂老师 你是不是要过分的 你说对不对 大家想想对不对 是不是要过分的 就你这样的人品 你自己不去反思一下吗 我还是那句话 我如果哪地方做错了 你说出来 一声为难 那我说了 那你说吧 来 哪地方做错了 你说 不要指鼻子 那指哪 不指鼻子指哪 那我说了 老师你这条体不行 我以前就好了 可能一直不行 就是吞咽有点 老师这么多年 你都没夸过我 在熊市当中 能够控制好情绪 不给教师给老师惹麻烦的 都值得承赞 好不好 都值得承赞 你们都是最棒的 然后呢 无论如何 给大家个建议 无论如何 无论行就怎么样 把今年兼职下去 好不好 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快股票卖掉 不玩了 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 觉得中国股票 跟中国做错没有希望 埃莫大于心思 就是好多人他读成词 埃莫大于心思 就是心思了 不玩了 不相信股票 不相信股市了 什么都不信 而且在最最最最 黎明前的黑暗倒下了 特别不严 最后刚才说的意思 就是咱们学院啊 无论如何 坚持到今年结束 好吧 但是怎么坚持都是坚持 你能够相对快乐的 轻松的坚持 是一种坚持 你觉得非常难熬 煎熬的坚持 也是一种坚持 这两种都是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什么方式方法 坚持过去 川岸板有反转接下 可持续吗 川岸板哪来的反转接下 你告诉我 哪来的 水平说的公募基金 做空挣钱 公募基金没有做空赚钱 他只是赚点利息 好不好 他不是靠下跌赚钱 能理解吗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在弱势当中 网出融券卖出的 另有欺人 他们在做 用作空赚钱 而不是这个公募 在作空赚钱 所以接下来 就要抄这个底 就要抄这个底啊 而且大家不要怕 不要怕 该抄还要抄 干嘛抄 还干嘛抄 好吧 老实说 与振奋人心鼓励的话 找什么提议 等作战之前 我再给大家做 这个作战总动员 不行吗 现在都没有作战部署 你现在有必要吗 你放心吧 重要的大底点 我都会做战前总动员的 好吧 徐威红的马 徐胖胖的饼 刚大天的虎 王羲之的字 次觉什么 三年了都没有做战总动员了 没事 会有的 会有的啊 这些年没有老师的鼓励 我承认 坚持不下去 在学院区里呢 我觉得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下 每天你听了课 听了下声 大家在一起 挺好的 抱团能取暖 行情是寒冷的 咱们热热乎乎 坚持下去 然后呢 你就要尽量在心理上呢 要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要变得轻松一点 有些聚集啊 看新闻啊 大户也亏 但是呢 我对未来还是保持非常大的希望 就是因为我觉得比正常操作亏的少太多了 比如说行情不用涨到前级高点 涨一半 我可能就达到前级高点的那个高度了 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 那想到这的时候 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想到这的时候 这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那就是说 你就尽量的去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理 不要压力过大 压力过大反而做不好 好吧 我原来说 我说这个大家不要帮朋友理财 帮新闻理财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 特别二特别大 因为你赚钱的时候 他不一定记得你的好 你亏钱的时候呢 他就算不追究你的亏损责任 你的心理负担压力会特别大 这你图什么呢 你还不如说你赚了钱 你赚了十万 给他一万呢 他至少能念到你的好 是不是 就不要干这种事啊 另外呢也不要 在能力上位之外 对吧 借钱超股啊 加张尔超股啊 就这样 做不好 压力大去洗手按摩 老师就用这个解压的吧 没有 我对这个洗脚按摩 要毫无兴趣 毫无兴趣 本人也不太受力 特别说话 光行行做赔钱了 后果没电话试 对吧 我原来就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你这个 你心理压力是更大的 就不是说赔不赔钱的 你是心理压力更大的 你操作你心理压力一大 对吧 亏一点的时候 你就不想止损 或什么的 你交易就变形 你们能理解我做的 什么叫做交易变形吗 咔咔咔咔 跟变形金刚一样 交易就变形 你正常来讲 你比方说 你看前两天 我们取损就错 90分钟动画教室 120分钟动画教室 那就应该就错 日线动画教室就应该就错 但是假如说 你做的不是自己的钱 你做的是你 亲亲的钱 家里实在亲亲的钱 你就不想卖掉 能理解我做的意思吧 它交易就叫变形 交易变形 那规则就没用了 那你反过来想 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的交易跟规则不配套 你的思想和行动不一致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反过来想 是不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对吧 所以帮 但是呢 你就帮亲亲朋友炒股 然后呢 心理压力过大的人 一句话评价 全是好人 坏人人压力是吧 坏人的压力 全是好人 所以他才会有心理压力 他才会有负旧感 等等等等 你比方说 你一百万 然后呢 你把自己的房子 抵押给银行 或者抵押给 这个贷款公司 借了两百万 买股票 一样 还是心理压力过大 你操作了三百万的股票 但是你承受的心理压力 可能是九百万的压力 成倍成倍的往上翻 也是一样啊 心理压力过大 下课吧 没必要刻意补时间 耽误大家的时间 规格718 拜拜了 您内 您走好 出门左转 不动 我们继续聊我们的 都可不敢耽误你的时间啊 也不知道你干啥的 慢走 规格 补的课就是唠课 你们愿意听我唠呢 就唠 是不是 不愿意听我唠呢 就该干嘛干嘛 好吧 你虽然说我们刚才唠的课 但是你说这个心理压力过大 这个事对投资有没有用 对课你可能不爱听 但是你觉得它跟投资 完全没有关系吗 确定性加杠杆 这六个字太专业了 太专业 确定性加杠杆 但就是你可以深入思考一下 特别专业 那适不适合 这个不好说 我能十分肯定的一点 就是杠杆不适合大众 但是杠杆很适合专业者 但无非就是你专业程度 到达几级了 到达什么级也 请老师唠课 必须办专事过多了 其实我希望每天都能讲 因为我深刻知道 虽然说我讲的东西吧 有些时候呢 不全都是故事的 但是呢 你只要坚持每天听课 你会心理状态 是比较轻松放松的状态 并不是所有的老师 都有这种能力 包括语言组织 包括语言表达 不是所有老师都有这种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很压抑的时候 行情下跌的时候 你听完课程 马上就变得好很多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吧 所以我也有人识会 希望就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不得已的情况 我要坚持讲下去 就坚持讲下去 每天都坚持讲 那将来有一天 行情好起来了是吧 但是反而可以 给自己放松一下 现在呢就是 我能坚持 我就天天讲 这么多天是吧 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 这不比多元事有意思吗 多元事 我有时候睡觉之前 如果失眠的话 我会放这个多元事上 这边停了一段睡 所以我说的意思呢就是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放松下来 不要太紧绷 紧绷呢就交易会走行 对你也没啥好处 现在压力过大 也没啥好处 对你的健康也没啥好处 但怎么说呢 就是我现在其实 从内心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压力的 就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账户上也是亏 但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而且我知道 基本上就快战到曙光了 未来一片光明 所以我其实我本人 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行情下跌带来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确定性是一种概率 多次结构 确定性都不好 这个跟多次没有关系 什么是确定性呢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 也判定这是一个地步区域 但是你看今天 你能确定它是低点吗 确定不了 昨天能确定吗 前天能确定吗 这些天 你哪天确定 四十下跌 你都代表你确定错了 所以在一片的区域 你需要找到一个点 就是确定性 但你一片的区域 找到一个点 你是不是得有条件 理由 你不能胡找 所以我们说 找低点 需要找低点的确定性 那低点的确定性 需要在行情的下跌过程中 不断的去观察 确定性是一个点 底部区域是一个区域 区域和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我印象里 我怕虎 每年终究之前都不好 这个其实一不大 关于你说说的这个事 一不大 我记得原来我跟大家讲过 之前有一个东北老太太炒股理 炒股理论 东北老太太暖气炒股理论 听过吗 她差不多在三五年的过程中 就赚钱 她说这个也不动股票 就是冬天来暖气的时候买入 平暖气的时候卖出 然后就赚钱了 那就那些年 对吧 就是过年的 有一阵的过年行情 分解行情 但是你再过就不行了 你这几年肯定就是不行 他不行了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是9月之前 在你印象当中 它不是 航钱掌跌的原因 另外呢 就是你印象当中 也就是在你的记忆里 人的记忆是遵循遗忘规律的 你的记忆 记不太长时间 我昨天跟你们说过 我来北京是因为失恋 曾经以为最伤心的莫过于心碎 原来心碎的感觉 却可以加倍 非常痛 倒不觉得它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失恋 没有经历过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我认为他的人生都不完整 咱们的学院里肯定有没失恋过 我也不能说让你去失恋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 都不完整 所以我从沈阳来到了北京 不为别的 就想换了活化 换了城市 忘掉在那个城市的点点地底 重新开始 所以我来到了北京之后 一帆风顺 然后呢 我以为可能会 印象深刻 但十年之后 我发现 我忘了它长什么样子 可知道吗 所以人的记忆遵循遗忘规律 你说你说九月份之前 没行情 对不起 你只能记得最近几年了 你记得十年前的九月份吗 什么清赏私议 什么赌场得意 感谢不价值恩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也是一个有感情的 也是感性的 但是 人性的部分是放纵的部分 人性的部分是放纵的部分 可是交易的部分就是控制的部分 他往回首 所以要往回首 所以你如果在交易的行情里 肆无忌惮 完全放纵 交易是做不好的 这是一个道理的部分 这是一个原则的部分 一个基础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 我非常喜欢那个爱思考的人 非常喜欢 就是你跟他一交流 你会发现他的思考层级 很深 然后你就特别喜欢跟他交流 跟他聊天 你一交流 你就发现这个人 完全就没有那种层级 全都是表象的东西 炫耀 各种 很无聊的 你就干完 就不想跟他再交流下去 而且我一个人又比较直接 是吧 你当面眩脸子的那种 当面眩脸子的那种 我错过了啥 老师在讲他的初恋吗 我的天 有什么不能讲的 你告诉我有什么不能讲的 所以有些人说 老师你是不是什么什么 这个学金融的学证券的 然后到北京来大发展 我说 我说完全没那回事 我就因为失恋来的 你都想多了你 老师我能来北京请你吃饭吗 不能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明白吗 我怕我遇到的是一个 思维层级不高的人 你是办我吃还是不吃 然后我招待了你 招不招待其他的人 第三个在学员区里 包括语音 你没发现我是收放自如的 但当面不一定 是吧 再碰到几个 你像刚才那种歇斯底里的人 上来要跟我干一样 以我的脾气一定干回去 然后就被拘留着 然后你就听不到课了 你们就听不到课了 对不对 就为了我的安全 也不能跟你说话 等航行来了 老师讲究怎么出去嗨癖 咱们学员区里绝大多数人 做投资 都是为了想让家人生活的正幸 不是为了自己更happy 老师讲讲离光面还有多久 我跟他说话也没听明白 你把今年监视过去就行了 现在都九十分了 今年 所以就是说什么见面会 什么吃饭的 这些以后大家都不要聊了 这种天就不要聊了 知我者为我分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你就让我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 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 好吗 包括这个 别让我操太多的心 好吧 老师设恐 我设恐我不设恐 或者是说我只是不想 跟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是我遇到我喜欢的这些人 我绝对设扭 气场全开 多少人也没有我的气场高 气场强大 所以肯定是射牛 不算是射 或者是不想遇到我不喜欢的人 而且我说的 我这个就没有那么婉转 就见他得对人 你知道吗 见他得对人 老师我是个非常漂亮的知性女 还是见一面吧 我信你个鬼 上坟烧报日 你糊弄鬼呢 可以航行地名 咱们就 想办法 先试下去 然后今天下半年 还有个任务要抄这个地 抄这个地 还有两天 两天到周五的时候 收款价格低于2730点 第一层保险 第一层保险就算了 然后 等到大下楼 下楼可能还不太行 大下楼 还要抄底 能送低买 送低买 不能送低买呢 还得先办法 反正还也要买 得先办法 我只说说你出来的线段 还线段 我都不接得长上样了 虽然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 所以呢 再大的事啊 包括咱们学院 医生当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事 再大的事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三年之后都不是事 天空飘过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只不过你需要一定的时间 去消化 去沉 你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我个人的经历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更好的 了效 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只有依赖时间 去沉淀 你不需要去做什么 不需要去挽回什么 不需要去拯救什么 自我赎回 什么都不需要 你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仅此而已 好吧 所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人生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对未来充满希望 你就是快乐的 祝大家在所有的时间里 能够多保持快乐 积极向上的精神 好吧 不多讲了 46点28分 我们就